DXC 2014 RCT P1A MC 第三题 这一题只有32%考生答对 再次问8Bit Tools Complement 似乎这个题目的Tools Complement 在历界的DX里面 考生都答得表现不太理想 可能因为这个题字都涉及 有些比较抽象些、复杂些 还有都用多少数学的 所以如果我建议你是考生 就播一播那些Tools Complement的影片 还有你放少少功夫 在硕课里面的二进制 Binding System 那里都是需要关注 好,回来题目这里 ABCD 4个8Bit Tools Complement Code 它说,谁加了1之后 increment by 1 就会产生overflow error 特别留意题目这里 讲加1,加1 即是加到它爆煲为止 很明显的expect是一个正数 即是一个正数 即已经去到极限了 已经去到极限了 你再加1,就爆煲了 那这里我们再次重温 就是8Bit Tools Complement 最大的数是多少呢 就是127 就是2的8-1次方 再加1 其实是公式的 2的N-1次方,再加1 这个数字其实都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譬如正数最大 那正数就是0次头 对不对 那后面你要最大 那所以所有的Binary Number 全部都拿了1 即是0次后面加7个1 而最小一个就负1,2,8 这个都是公式的负2的N-1次方 而且1%这个就是负2的7次方 因为在这个Case N就是8Bit 8 那overflow就是这里 这些就是overflow 太大太小不行 因为我们只有8Bit 最大就是这里 你弄个笔 如果大过这个范围 就会表达错的 其实 那中间这个Range 是一个finite range 一个fixed range 这个Range可以扩大的 但是当然 如果你不是用8Bit 比如你用16Bit 这个N-可以大一点 这个N-可以小一点 那你的Range 表达的数字 就能够宽一点 多一点 产生overflow的机会 就会小一点 那我们回到这里 哪个数加1 会overflow 那很明显 我们要看一个正数 负数是不会有机会 overflow的了 因为负数加正数 例如1行头的 这个是负数 B,负数,负数 其实三个都是负数的 negative 负数加正数 是不会产生overflow 因为它们会互相抵消 那这个是一个数学原理 那或者我们很快 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举例B 这个 1后面有7个0 加1 是不会overflow的 那 为何我们认证负数加正数 是不会overflow呢 因为很简单 比如B 这个就是负128来的嘛 这个负128 后面是0 所以这个 denary value 就是负128 那它已经刚刚去到最小的负数 最小的负数 你再加1 就是负127 那一定是full within the final range 它不会踩出界的 不会出界 那所以呢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B,C,D是错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A 因为呢 它是一个正数来的嘛 但是呢 我们这些稳定的 都要check一check的 是不是这个加了真的overflow呢 不是因为它是正数的原因 我们看看呢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大的正数呢 看看 0后面 7个1 就是这个单元 其实这个就是正 127 刚刚就是最大的正数 那你再加1 就变成128 那呢 就会离开了个final range 128就是这里了 overflow error 那我们怎样印证呢 它有overflow error呢 那其实呢 都可以真的做一次加数出来 是不是呢 127 加1 那本来是正128的嘛 127 就是0后面呢 加7个1 那正1 那就是000001 那这里呢 我们做了 正127 加1 那就加到它了 1加1 1 基本上这里全部都是进位的 答案呢 就是1字后面 7个0 那我凭什么判断呢 这个是有overflow error的呢 我们怎样知道呢 这个是overflow error呢 我们有证据的嘛 证据很简单 这个1字头 这么有趣的 负数 supposed正数的嘛 那这个就有一个contradiction 就是完全矛盾 没理由两个正数加起来 变成一个负数 在数学上讲不通 但电脑就会有机会产生这个 所以它是overflow error 中间是负128来的 即是来这里的 那就错了 那当然呢 电脑就知道这个overflow error 其实它里面呢 在那个ALU里面呢 有个叫status register 就专门记住这件事 看着电脑呢 有没有一个overflow的情况呢出现 好 所以这里再confirm一次 答案是A 那最后我们都转一转问题呢 如果这个不是加数那样 let's say这个是减数那样的 减数 减数 那哪个数字 会出现overflow呢 那我留给大家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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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